我覺得改變很大 有改變非常的大 要離開我們高雄 我不贊成 我不贊成 你們覺得他對高雄有什麼貢獻? 我覺得貢獻很大 我覺得改變很大的是 要出門走在路上 我們的路真的平了 而且差很多 我以前騎摩托車一到下雨 我怕得要死 因為太多坑洞 然後雨一淹在那邊的時候 你對我們看不出是洞還是路 那種整天就提軍調整 騎車非常的緩慢 那現在我可以 我只要看前面路 看著前面路騎車就好 我不用再看地板了 市長上陣之後 蹤跡有效期就是在路坪 然後清水溝 對 這對你們來講有很大的感受嗎? 當然有啊 對 開車在路上 看到這個路很平 心情就很好啊 而且以前那個路 那邊挖一塊那邊挖一塊 看看昨天剛剛鋪好 今天又來挖 以前常常是這種情況 高雄真的因為韓國瑜 當了市長之後是真的有 幫你們做些什麼事情? 改變就是路坪啊 路坪 所以真的路以前都都坑坑洞洞 那我不騙你 光這一條路有沒有 滑下路剛做好的 本來這一條滑下路有沒有 整條路都是坑坑洞洞 成績的時代有沒有 在拋路的時候有沒有 它拋得很薄 鋪好了以後有沒有 兩三個月或者是經過下雨有沒有 就破功了 那韓國瑜以四川他所鋪的道路有沒有 挖得很深 然後 DemaGuardia鋪得很紮實的 四川啊 他們都出來監督 是一種作秀的行為 你覺得呢? 如果做事就成為作秀 我多希望當初成局 這二十多年來多做一點秀 我們就不用摔得那麼慘 像我們家啊 因為我們家是大樓 每次喔 只要下一天的雨 電到小腿部了 可是現在呢 韓國瑜那個地下的水浸道 全部都租通後 差很多人 高雄這麼久 你們都是以民進黨這邊執政 是覺得還可以嗎? 起先還不錯啦 後來 像那個水溝啊 本來也是應該政府要幫我們 稍微整理一下的 結果我們都還要花錢 去請那個抽水的 做了做了又滿了 所以我覺得 政府沒有幫我們做到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覺得那個是公家的東西 怎麼會是我們要花錢呢? 可是沒有辦法 我們也不想去申請什麼什麼什麼 補助啊什麼的 很麻煩的 又很久喔 所以就很討厭 韓國瑜市長是做一年的時間 你們就已經感覺到落差非常大 差很大 所以我們真的是感覺到 陳菊以前是看不到人的 都只知道陳菊給我們留下三千多億的債務 大家都在講他是一個落跑市長 對你們來講他真的落跑嗎? 他如果留在高雄就好像被人家掐著脖子 綁著手腳 他想施展是施展不開嘛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啊 中央不發錢下來 他想做事沒有用啊 如果有一個爸爸說 啊我在這個城市賺不到錢 我養不起家的時候 那我只好出國到外地北漂 去想辦法賺更多的錢 把孩子照顧好 把這個家照顧好 所以我們很高興 韓國一路去選總統 他當了總統 他絕對不會放棄高雄這個孩子 很多人都在講說 韓市長是一個落跑市長 因為他落跑去選的總統 就不管你們高雄了 你們覺得是這樣嗎?沒有 我是不覺得這樣子啦 你看他在高雄 我們那個登革熱 他連經費都卡我們 你這樣東卡西卡他怎麼建設 他不如去選總統 他選總統以後 對高雄的貢獻更大 對 啊現在因為很多人 因為那個 韓國要去選總統 然後呢 他不是 大家都說他是落跑市長 然後大家都把注意力 在議會裡面 常常去給人家泡風 我告訴你 那齁 我今天說出國八 那不是政治操作 我問你啊 你說落跑啊 韓國會要求 說你去小港機場 那包括登革熱 加上 加上 新中一個電源 就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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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他是要怎麼做啊 啊你那天啊 誰都做了 我相信他就出去了 定管高雄就更好了 你當中 他在做事情 我就看很久 那種 不知道有 過了 他在律書中心啊 就能幫全合輔助嘛 他拿空間嗎 沒有做空間 他打空頭的 一千兩千塊